你孤身走爱上 爱你不贵的国家 你怎么天天唱这个歌 没看我的读经吗 吵死了 最近都没有好听的歌曲 我只能唱这首啊 不是我说你裴寒 你最近是不是都没有在关注 教会在推广的敬拜歌曲 你已经是一名基督徒了 应该多关心一下教会的事 七月是教会宣教院 爱广姐公布的宣教年会主题曲 比这个什么雇佣者好听多了 宣教院那是啥 说到这里 我们有请宣教职士尔凡姐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 我是今年的宣教职士朱尔凡 感谢神给我们耳丸 加南基督教会 有宣教的使命和意向 积极参与神国度的宣教施工 自2005年到目前为止 我们宣教的足迹遍及 亚洲 非洲 欧洲和美洲 多达20多个国家地区和城市 我们的祷告 奉献 和拆派的宣教士参与和支持着神国度的扩张 今年的7月定为教会的宣教月 盼望通过这段时间的推广 可以鼓励神的儿女们更多的 更好的参与宣教士工 在这里我向大家预告 今年的宣教年会将在7月22到24日举行 主题是现今的集会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中颁布了神的大使命 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 让我们抓住现今的集会 就在这个时刻 旅行主托付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在为期三天的宣教年会中 让我们一起敬拜赞美神 共同领略来自宣教前方的信息分享 以及教会宣教士工的回顾和展望 届时你将尽情的品尝到 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的国际晚餐嘉年华 我们相信我们靠着神的恩典 在宣教的事工中 能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 神的祝福 荣耀和能力 谢谢大家 原来是这样啊 好期待宣教月的开展 我也想为宣教士工 尽我自己一份力 我也要开始苦练宣教年会主题曲 就是这个时刻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本期的江南家事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 想知道更多宣教年会的精彩预告 每周都要来教会聚会哦 我们下期再见